流失疑问我们掌握目前最新的情况 还是来关于之前在上周五查扣了一大堆的箱子 希望他们来起封 检方是表示主要是起封的部分 至于到底有没有顺便来询问约团无丰富 检方则是不愿意证实 不过事实上特殊履赖今天的侦查动作 主要还是针对在这个开封的箱子当中 来查有关于元大金控 以及中信以及开发这几个金控公司 里头的子公司到底是不是有人员 把相关的钱透过人头账户的方式 把钱汇到了别家的人头账户 这都是检方今天要逐一厘清的部分 好的 以上的特殊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还给空内主播 好 我们看到特殊组在上个星期 大动作搜索了包括中信跟开发金 那么今天约谈了孤家的账房 要进行开封 同时厘清相关的账户 是目前在特殊组最新的消息